中共已经宣布 明年1月份召开19届二重全会 其中有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修宪 中共为什么急于修宪呢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内心里边 是想模仿普京 俄罗斯的普京是打算长期执政 事实上普京执政也差不多20年了 还想继续的执政下去 当然普京玩的是那种二人转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想模仿这种二人转的模式 还是说根本就不想跟另外一个人分享和轮替 而是由他一个人长期的执政 如果是像人们过去所传的那样的 因为他的太太彭丽媛 很早就向闺蜜透露过 说他的先生习近平 希望至少要掌握中国的权力是20年时间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他要通过修宪 来确立他这种合法性 两任三任四任五任一直延续下去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使他这种统治 个人独裁成为一种合法的制度 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得人心的 我相信党内高级领导人内心可能也是不服的 所以党内会有一些不同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一旦被习近平发现 就理解为是政变 或者理解为野心家阴谋家的行为 要予以严惩 所以现在你看中国军方的高级将领不断的被更换 有些是被自杀 所谓被自杀就是从表面上来看是自杀的 但是是不是已经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 在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之下 他们选择了自杀的方式 所以看这一段时期 中共高层官员自杀的频率 要比胡锦涛执政时期要高得多 而且更加的集中 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这种权力集中之后 所产生的这种恶果 所以我们看他无论是在党内 党内他把自己先确立为核心 然后又让第19次代表大会来确认习近平思想 这样一个主导地位 有点类似于朝鲜金家王朝 把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因为朝鲜已经不太承认 所谓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套东西 他们只是把金日成和金正日 金家三代王朝的东西 总结为主体思想 那么现在习近平就是把自己的 其实他自己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糟 也就是七平八凑的 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体 然后嫁接一点邓小平的东西 所以变成了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这个习近平思想是 根本没有任何理论价值 更没有这个制度上的进步意义 反而是倒退 他越来越多的接近文革和毛泽东时代 所以是完全不得人心的 那么即习近平思想 实际上不可能成为 长期指导中国 这个发展和 这个进步的实践 这个这点呢 我想他这个是在自欺欺人 包括最近很搞笑的 就是他本人 亲自主持召开 这个政治局的会议 来落实贯彻 落实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这种会议 就等于是 这个王婆卖瓜自跨自 而且呢 要求政治局都要向他效忠 就是实际上呢 的意图就是让全党向他效忠 服从他一个人的指挥 夏教授 从明年1月1日起啊 武警部队就开始独占有两个部门 就是军委和国务院共同领导 而直接隶属于军委领导 为什么会这种变化呢 我们知道所谓接受国务院的领导 就是说警察系统呢 本来呢 你想一般的普通的警察 就是属于公安部领导 但是武装警察 因为他过去武装警察 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装备 除了一般的这个手枪 自卫武器以外 还有更加有杀伤力的 包括机关枪 炮 或者是一些新型武器在内的 那么就跟这个野战军的这种作战能力 和打击能力比较接近 所以武装警察部队 其实从根本上来讲 不是对付普通平民的 而是对付有可能拥有武装来进行暴动和反抗的民众 他不是说针对一般性的治安 因为全世界的警察 一般通常不会有特别强大的武器和火力 但是中国的武装警察部队是超越了普通的警察所适用的范围 那么他就不应该受公安部直接领导 而是受国务院领导 那就是说级别上更高一点 但是后来 现在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有一种恐慌心理 他总觉得有人想搞政变 有的人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所以他希望把一切这种危险都从萌芽状态中都消除 所以他要直接指挥和领导武装警察部队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解放军早已不是什么解放的队伍 实际上他从来也不是解放的队伍 而是一个党卫军 一支党卫军他的目的是以党的利益为他的最高目标的 不是说是主要用于国防 而是说当民众有不拥护共产党 甚至想推翻共产党的这种迹象的时候 这个军队是要进行镇压的 所以与其说他是国家的军队 不如说他是党的军队 所以叫党卫军 那么现在武装警察部队 也是想纳入党的指挥范畴 也就是说类似于当年纳粹德国希特勒的 这种叫做盖世泰宝 盖世泰宝他有特别的上方保健 他可以把德国的冲分队的一些高级将领 德国的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都加以法办 甚至有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手续 他们只要内部通知医生就可以做 这样的话就超越了一般的这种宪法呀 这个很多的这种具体的法律规定 那么现在习近平要做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类似 如果他真的是把武装警察部队纳入到自己手中 他就可以对中共的一些高级官员 甚至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都进行直接的这种约束啊 或者是拘留啊甚至杀死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做法呢是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恐怖 有点类似于盖世泰宝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